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为他上诉美国法院来进行替补法律服务的上海著名律师张玉京先生 张先生 你好 张先生 你好 我们记得上一趴我们就讲到由于美国社会系联邦地方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 但是这个判决跟陈忠仁先生原来他所能接受的 台湾那边给出的意见和判决完全不一样 而且甚至于剥夺了他的被告的身份 被告的身份被剥夺又连带被告了他的继承权的身份 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向美国法院进行上诉 那么上诉得到了斯坦福的他的研究所的一个回复 基本上他们还是认同他上诉的这个内容 但是台湾的国师管却不认同 讲出的理由也是非常荒唐 记得上一次讲大概就是这么几个理由 不认同他的这个上诉 一个是国师管讲解 他讲了他的目的 质疑陈忠仁先生要求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 是在这个大选的敏感时期是介入了台湾的这个大选 那么第二个呢 他是质疑陈杰如这个身份 他不认同陈杰如是江夫人 第三个呢 他也是质疑陈忠仁先生的被告身份 夺得他的这个被告跟身份 他觉得他是有点有趣的 大概是这个三个方面 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张艺君老师再简单的 因为有些观众可能是新的吧 介绍一下这个上诉的前因后果 那个张律师 好的 我们这个诉讼呢 是原来是由美国加州这边的一个叫 盛河西联邦法庭做出一份判决 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做出判决的内容呢 是说对参考就是中华民国的法院的最后的判决书 把两讲日记呢做一个区分 在48年以前的就是蒋介石 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前的这部分日记呢 作为私人财产 由所有的继承人来进行继承 那么在48年以后 因为蒋中正总统是在1948年5月份 第一次行宪国大当选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在当选总统以后 这个日记呢归属中华民国所有 并由国使馆来进行管理 那么这是去年12月份的一份判决书 那么在今年7月11号的盛河西法院呢 又做出另外一份判决 推翻了他自己的原先的判决 在美国呢可能法院的判决呢 在一个案子当中有好多好多份判决 他分别针对每一个动议 提出了一项法律的结论 那么今年的这个判决呢 7月11号的这个判决呢 他就把所有的讲室日记 两讲日记都作为 向国使馆进行转移的这个标的 所以这两份判决呢本质上是有矛盾的 后判决推翻了前判决 而这个后判决 恰恰是否定了陈仲仁先生 他作为蒋介石和陈杰如的外孙 这样一个身份 他所应当享有的继承权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 像蒋中正总统 他有四位夫人 第一位夫人呢叫毛复梅 第二位呢是姚也诚 第三位呢是陈杰如 第四位呢是宋美玲 那么陈杰如作为蒋中正总统的夫人 在1920年到1927年这个历史 是被我们中国历史所确认的 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 所以陈仲仁先生是基于这段历史呢 他是成为了 他的外婆是陈杰如 所以他是蒋中正总统和陈杰如女士的外孙 那么他是基于这个身份 介入了在美国的诉讼和在台北的诉讼 所以这个身份是不可能 因为你不出席法庭而被剥夺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 今年就是7月11号的那个 加州市和西法院的这个判决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提起了上诉 我们上诉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8月8号 美国时间是8月7号 我们向那个美国的上诉法院 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了上诉状 那么我们的上诉要求呢就是要求 就确认陈杰如先生对这个日记的继承权 并且我们表达出我们这位继承人没有同意 我们的那一部分没有同意把它移交给国事馆 那么希望就是美国法院能够恢复到原来的那个判决书 就是确保我们的那一部分可以放在国事馆 就是这样一个大致的内容 就是你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个要求也是很清楚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国事馆很荒唐 他提出了几个理由 一个就是这个获得这个 陈祖伟先生被告身份的这个理由 我想请这个陈祖伟先生 先对这个被告身份的这种确认 你来先做一个回应 对国事馆这样的一种荒唐 这个给你的一个理由 美国的判决跟中国有些地方很不一样 通常美国的判决都是有一方律师起草 先以动议方式提出 然后法官同意此动议 你核准办令 这个你提出的动议呢 就变成判决书了 法官呢 多数案件都自己不用都不动笔的 都有 都有 双方的律师起草 所以呢 这种这种制度呢 使那个法官有时候啊 呃 绕来绕去给人 真给人绕糊涂了 就是法院 去除我被告资格是 核准国事馆律师的动议 因为几次开庭 其实也不是开庭 叫做是调检会 调检会或者是说明情况会 我都没去 不是开庭 说明情况这个表明态度 法院调检 这个调检本身在法律上不是强制性的 你可以法院可以调检 我可以不理 也可以不接受调检 也可以接受调检 这不是法官的主观意识 是我的主观意识 那么我调检没去 所以他就出了动议了 就是想法官提出 这也是 我完全是 对你的不尊重 这就可以把它去除掉 法官造传 造什么 就莫名其妙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很光晃 他说你先 你责疑你的这个 提出上述的这个目的 是正好是在台湾大学的时候 这个是介入了台湾大学 他这种质疑啊 是不是歪圈了你的目的 他说你十年里 只是在台湾发表过几片辩驳 几分大辩 几分大辩 每次都是一叶子半叶子的 这十年来突然现在到台湾大选 那你跳出来上诉了 你这个上诉不是 这个想在想搞乱这个台湾大选 我有那么大的能量 他说我可以证告你 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的大选 是不说任何外国司令 包括这个你 要想搞混事 没可能的 这像中国外交部的声明 这个我们上次也说到很光荡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现在从法院的判决到杀数 都是这十年的过程以后的累积 谁也不知道在这个时间上 这个法院有判决 这个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 变成他也是想支持台湾大选 全在这个时候 就变成这么一个荒唐的国际 那你是因为要保乱大选 他的判决就变成支持大选 所以这个我想也是站不住脚 而且非常荒唐 也是想以这个来掩盖它 证据不足 那么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较详细的 跟我们观众来做些介绍 就是他也是 那执疑历史上 陈杰鲁的这个身份问题 那你能不能再来跟 因为我看当时 这个蒋介石在接受 纽约时报的采访 他都承认陈杰鲁的身份 那没有我们说过 要撇清跟他一点没有 没有关系 那起码他是认同 是他蒋中正的人 这究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回事 长辈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最方便去谈论 但是碰到现在这个具体情况 也只能简单的说几句 简介石跟我外婆结婚 没地位 没地位 这之后就是因为陈君明 供打 一种风险 中山前 永峰 对 然后 这才开始 当时在上海他不肯去 然后外国再三劝他去 把他送上船 之后 东正北伐 这办黄埔军教 这 就是 纪念里面拼不清 就是他的人生的转折点是 不是一到十 是零到一 就在这 在这七年里面 那么因为各种原因 当然主要是政治原因 政治考量 他下野了嘛 那就 跟我外婆 分手了 他们离婚是在1928年10月 1928年10月离婚的 那 那 当时在黄埔军校呢 就是 一到五期 所有毕业生的毕业证书 是 是 蒋校长夫妇 同时发了 由我外婆递给学生 所有别人 所以 这 他们在黄埔军校 这个 那个 后人 后人写的 回忆录 就是 如影随影 就是 自己 他 当然 都跟着一起上前线 在军校里 我外婆也 也 也做了 很多工作 一个是 主要是 平衡关系吧 跟黄金外野的 关系 跟鲍鲁亭的关系 跟 这个 何向寅的关系 都有平衡的 那么 这些校长位置不好做 你不平衡这几方面关系 有些事情 讲没法做的 当时他 还没后来那么成熟 毛性子 弄不弄就要自杀了人 那么 我外婆 最少那个 华府军校的 卫生条例 在宿舍 卫生条例 都是我外婆 为 当 这笔 搞出来的 就 黄埔军校 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 你后来 北方胜利以后 当然 华府军校 就没那么重要了 但是 所有国民党 跟共产党的 这个 一道武器全是 全是中将以上 我看这个 陈杰如 陈杰如他有声明 就是1921年 12月5号 跟蒋重征结婚 是吧 但是蒋介石呢 他是1927年 9月27号 他接受纽约史博采访 这个资料当中写 他称这个 陈杰如呢 这是妾 是吧 那么 1921年的 这个在上海 蒋经国呢 当时是受到了 这个蒋介石啊 下属陈孔夫的照顾 他是称 蒋重征的蒋介石呢 就是他的这个测试 测试不是正式 那陈杰如也一同前往上海 并成为蒋经国的记录 就这里面就有这个一个分析 他到底是 陈杰如是蒋介石名为正取的 一个这个 他的身边人 还是没有名分的 只是一个小山 对吧 那这到底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我就要告诉你 当时郑婚人是张静江 张静江 就有这些疑似的 不是 郑婚人是张静江 张静江就是 孙中山靠他的钱的 搞辛亥革命的 蒋介石靠他的钱 巨商 上海的巨商 浙江 湖州人 湖州南巡人 这是他的财神菩萨 他在国民党里的关系 他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 是神中山的财神菩萨 他 我外婆跟蒋介石认识 是因为张静江的老婆 跟我外婆是同学 张静江能去证婚 为个小妾证婚 那 就知道中国 那段时期的历史 就知道张静江的 举俗性重 对 那么所以 这个蒋介石的那段话 他也是在掩盖 他原来的这个经历和历史 因为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目的是他要接下去要 要取这个 要结婚 要 要 要重新这个取妻了 所以他要证实 证明自己的亲爱 所以 这个 艺术家 政治家 军人 私生活 有些这样那样的 趣闻事情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说 这 这 孙中山有几个老婆 孙科有几个老婆 都 都 都一样 这 没人敢说孙中山 是吧 呃 其实呢 这个 当时讲 27年讲解 是已经下野了 没有宋家 扶一把的话呢 他还真 有点难 因为 武汉政府 当时 沃金会 胡汉民 对他压力太大 而且 鲍洛亭 也跟他 割秀了 他 似乎张望 是没有一点力量 可以扶他再上台的 只有 通过宋家 还有机会 所以 这个 男人们 你也不能 就怪 儿女青山的时候 他无情 无义 这些事情 大多数男人都会这样 因为 眼中不是 不是一百辆 黄金 是最高权力 这是 很难有人不动心的 呃 呃 呃 但是 那个时候 他不是 如果 他不把我外婆送到美国去 如果他留在 留在 大陆 呃 真要闹起来的话 张静江在后面撑着 他真是 没法结婚的 这个 他要跟苏美丽结婚嘛 所以他要表白自己的这个 是 是 然后就是 他是知道你的外婆 陈杰如 会闹是吧 不会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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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婆不会闹 但是 打仗的人 都得 几个方案 是吧 你想我外婆 第一站 上海出发第一站 夏威夷 夏威夷州长 跟国民党 国民政府 在 夏威夷的理事外 都是 欢迎蒋总 沈夫人 开盛大宴会的 到码头上 都是打到横幅 上千人迎接的 这个 中国 新兴力量派代表来了 不是 露惊 夏威夷都已经这样慎重了 然后传到纽约 现在 拆接到他在 上海结婚又结婚了 所以这个是史词 史词 不是这个 台湾的国司会 他想怎么串改 就可以怎么串改 他现在为了达到 剥夺你们这个权力 他就 国司会 敢串改这个历史 那我 我 我当然手里有很多证据 可以去证明 这个 从 蒋介石跟我外婆的关系 我妈妈跟外婆的关系 我跟外婆的关系 这 这 谁都不可能 普通人家 不可能像我那样 丰富的 但是国司管要比我丰富一万倍啊 他是用国家的力量 收集历史材料的 他居然 但是 贾先生跟外婆的结婚生说 他一点也有 我都有 他怎么就没有呢 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时候 呃 在这两个官司 美国的台湾的官司里面 我没到这个时机 我也不在这个舞台上去 去 证明 我指定来 哎呦 我是的 我何必呢 我们请这个张一军律师啊 嗯 你再来最后跟我们盟开关系啊 嗯 呃 就因为 我们提出上诉以后 这个 呃 斯大夫大选和国司管都有答复 嗯 那么 斯大夫大选呢 基本上是同意 你们的这个上诉 诉求的 那没错 不反对 也是不反对 不反对 好 这个比较严谨的法律用语师 没提出反对 那国司司管呢 就提出了 三个方面的指引 是吧 包括动机 啊 包括这个 背包身份 包括这个 啊 他的这个 外婆 陈杰如的 跟蒋介石的这种关系 啊 你最后跟我们 概括一下 或者说我们准备怎么去 再去反复他 啊 有没有这已经在进行反复了 呃 现在这个阶段呢 是 呃 斯大夫和国司管 提出他的答备意见 而我们在21天里面呢 再一次提出我们的这个答备意见 那么关于 刚刚所说的国使馆所说的三点 他说的第一点是说 我们在这个时间提起一个上诉 有搅乱台湾大选的这样一个嫌疑 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这场 案子 我们是上诉人 但是在原来的 那个圣和赛法院的这个判决当中 我们是被告 这个案子的原告 是斯大夫大学 通常来说 这那个对一场案子的这个进程啊 进行把握的 是法官和本案的原告 被告一般意义上很难去把握他的进程 我们只能是根据法官的要求 去递交我们的那个答辩状 提交我们的证据 所以当这场案子一审在7月11号尘埃落定的时候 法院给我们的上诉期就是到8月11号截止 这个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无法来改变这个趋势的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干预大选 这点完全从程序上 从实体上 我们都没有这个可能性 从程序上来说 这个过程我们 不是我们安排的这个时间 从实体上来说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 一个普通的继承案件的当中的当事人 是没有这种力量去做 台湾这种地方性选举的这种改变 我们是没有这个实力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 就是陈仲仁先生他的继承人的身份 他的继承人的身份 是基于蒋中正总统和陈杰如结婚 这样一个事实 至于是结婚还是妾 这个我想历史是有定论的 他们之间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婚姻 它是讲究一套程序的 不是说中华民国的这个民法里面 关于结婚也是有一套程序的 大清的当时的法律里面 大清民法典里面也是有一套程序的 所以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蒋介石他可能当时是 基于和宋美龄结婚的这样的考虑 要解除原来的婚姻关系 他个人做出的这种表态和意志 只能作为辅助的证据 因为这个证据不是唯一的证据 实际上在我们大陆这边 可能证据还是比较多的 只不过是因为长期以来 在台湾的历史上 宋美龄一直是以国母的形象出现 所以在那边证据可能是比较缺乏的 但是这个我相信在美国的法庭上 陈杰如她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第二个 那么陈周荣先生的母亲呢 叫陈瑶光 她是由蒋中正总统和陈杰如女士 共同收养的女儿 在法律上她这个养女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 刚刚陈先生所说的 在黄埔军校一期到第五期的这个过程当中 经常可以有黄埔的学员看到 蒋总统 当时叫蒋校长和陈夫人 以及他们怀抱的这个那个女儿叫陈瑶光 当时是叫蒋瑶光 后来叫陈瑶光 这个也是这个收养关系是可以确理的 不是说你不确理收养关系 那么这个收养关系不存在 那么陈周荣先生她的身份呢 是陈瑶光女士的儿子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亲属关系 那么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亲属关系 是可以确理的 并不是说国使馆 你否认这样一个亲属关系 这个亲属关系就是不确理的 那么尤其我也想提醒的是 就是这个国使馆 因为我们可能大陆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机构 但是在中华民国 在台湾国使馆是关于历史的 最高的一个权威的主管部门 就修国使 以前我们说修民使 大清还有清史高 这个是国使的 那么所以呢 它不可能没有这样的证据 而且在美国的法庭 就是和我们中国的法庭可能还不一样 在美国的法庭 基本上你作为当事人上去的话 你必须要对你每一句话的真实性来保证 佛使馆应该也应该对他的这个 他作证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也保证 所以第二点呢 我认为实际上 只要读过中国历史的人 就知道陈杰茹女士 她当时叫陈夫人 就是那个就是当时蒋中正总统的夫人 这个包括后来的蒋经国先生 他也叫陈杰茹 他也叫上海 对吧 他也是把陈杰茹当母亲来对待的 所以这些历史如果说 无论站在中国大陆这边 还是中国台湾这边 都应当去尊重这个基本的史实 从张律师和陈杰茹先生的这个阐述 我觉得就已经很明白了 国师管的这个答辩 它是不是基于历史和事实 还是基于那种权力的傲慢 来否定这个事实和律实 所以这个最后可能还要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悲剧 中国的历史 尤其是这个蒋介石呢 这一段历史 结果要用美国来做出判决 这本身就也是一个悲剧 但是不管悲剧 是不是悲剧 我们期待这个事实真相 也期待这个法律 可以给陈杰茹先生 他一个合法的 他正当的维护他的一个权益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我们已经有一个权益 我们可以用这个权益